为什么你的李白到处给人刮杀 别人的李白各种名场面乱杀 原因就是这些细节你没掌握 给我三分钟时间让你的无双限定 闪爆对面太和金的双眼 首先是李白的一技能 一技能实际的攻击距离 比技能指示器差不多大了两个半身位 你像这里 一技能的攻击范围明明离得很远 但位移过去照样晕眩 这个多玩几次之后就能熟练掌握 还有就是李白一技能二段 他的位移距离要比第一段长了那么一度 很多时候第一段过不出的墙体 使用第二段就能轻松过去 另外就是很多英雄的技能 或多或少都有后仰 只要你一技能释放的速度足够快 就可以无伤阻过很多延迟生效类技能 这也就意味着李白是一个极其考验玩家手术的刺客 最后就是影子的位置 你们要知道 这款皮肤的影子 比李白以往任何皮肤的影子都要甜脸 这么大一坨很容易被对面反对 所以我们在干客的时候 尽量把影子放在一个相对 安全的地方 就比如放到塔里或者队友身旁 尤其是反野的时候 在没人替你站视野的情况下 尽量把影子藏在桃里 这样能有我们争取更多时间进行刷野 然后是李白的二技能 二技能作为李白的核心技能 不仅能免疫控制和伤害 还能破甲增加后续伤害 判断一个李白玩的好不好 就看他二技能会不会用 虽然这款皮肤二技能的特效范围看着非常夸张 但实际的生效范围比指示器短了半个身位 你像这里 二技能的圈圈明明覆盖住了敌方 但二技能并没有成功破甲 所以你们在我的时候 尽量把技能指示器范围盖到敌人身上 防止操作失误损失伤害 最后就是李白的三技能 自从上次调整以后 李白比之前更容易刷大了 但很多时候 其实不用刻意的提前野蛮被动 因为李白一技能和平A都能积累剑气 身上提前刷个两弹能被动 一雷一雷进场之后 立马就能进入侠客型状态 这也是李白玩家惯用的一种输出方式 另一个就是先把影子留在敌方附近 然后两段位移迅速拉开 找个单位接走大招以后再反回来 主打的就是一个出其不易 当然能收割是好事 不能收割的话 容易怕自己玩美 李白是一个灵活多变的刺客 同来没有一套固定的打法和连招 实战中不管你是两段一技能 还是二技能技能 或者三技能技能 都是可以的 往往这类英雄最考验 玩家硬场能力 战场的局势瞬息万变 相反你的打法和思路 也要随之改变 这是李白的机制 也是李白的魅力 最后玩李白 你需要记住一句话 没错 李白前期是无敌的 可能把这句话当成一个梗 但鸟哥却都懂了 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正因为李白前期强度偏低 姚妹都能进 李白也去山梁巴掌 所以才需要玩家 有足够的自信去玩李白 只要你内心足够强大 尽管这么一个前期吃力 中期法力 后期无敌的李白 在你心中也照样无敌